大家好,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羊驼自从被剪毛后,一看见主人就跑上去踢打 镜头拍下,搞笑瞬间 大家对羊驼都很熟悉 羊驼呆萌可爱的模样让很多人喜爱 羊驼的性格温顺,是国外农场里必不可少的牲畜之一 而羊驼身上的毛发都是长而卷的 这一身厚重的毛发可以帮助他们度过严寒的冬天 但是一到夏天,这厚重的毛发就让羊驼非常难受了 所以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农场主人会给羊驼们修剪毛衣 这样做也是为了让羊驼可以更舒服的活动 而这样剪下来的毛发还可以拿去卖钱 这不,在国外的一个农场主人正在给羊驼剔毛 他先把羊驼绑在一个地方上面,不让羊驼乱动 然后就拿出剔毛刀给羊驼剔掉全身的毛 但是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这只羊驼被剔毛后非常的生气 大概是觉得自己太丑了 于是一看到主人就跑上去顶主人 有时候还会用前脚踢打主人 像是在表达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一句话吗 头可断,发型不可乱 你赶紧把我的毛给还给我 农场主人拍下了这个搞笑的瞬间 在这往后,农场主人每次靠近这只羊驼 他都会追上来一顿拳打脚踢 看来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 毛发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走直到这个痕迹 过快点 给我去追踢 适端 这就是颜害 感谢观看